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律师是著名的我们修正的华人移民律师 他有很多在法律方面的经验 微信这个圈子当然是我们现在的以大陆人为主 来美的为主的华人当中的重要的社交圈子 那么8月6日川普总统签署两项行政命令 那么宣布45天之后禁止美国个人或者实体 首先是与这个叫抖音 其次就是微信进行任何交易 那么如果按照当时的规定45天之后 那么大概9月20号左右 那我们主要是在微信方面 我们可能就不能实用了 其实呢 这是美国总统下令实行对中国软件的一次静网行动 那么当然这个抖音公司也发表声明 认为川普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属于违线 那么8月25号呢 北京的这个抖音的这种母公司啊 叫叫字节跳动公司呢 这个控告美国政府啊 针对川普签订的这项行政令啊 认为是这个违线啊 那对此呢 我们想跟陈文历史一起探讨一下 那么如果啊 这个就是字节这个跳动公司控告美国政府的话 他这个项空告是否成立 陈文历史 这个不光字节跳动 微信也已经起诉了 大概在 好像是已经起诉了还是在起诉 我看到这个消息大概在几天前吧 他们起诉的这个理由都非常相似 第一呢 就说这个川普签署行政命令 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个 free speech的这种权利 毕竟是这个微信和字节跳动里面的走音 大家都是一个发得自己看法的这么一个平台 而且是非常popular的平台 特别是对于说中文 当然这我指的是主要是微信 对于讲中文的人来讲 就是大家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通讯平台 不少人使用微信和朋友沟通啊 发表一些言论啊 或者是说甚至有些群来组织一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有目的的一些活动 比方说在群里边讲一些宗教方面的这个 信仰方面的这个这个共享啊 还有一些就是谈一些这个 各方面的 现在还有有支持川普的群 有支持这个拜登的群 也发表政治言论的群 所以呢 这个范图都属于free speech 这是微信和字节跳动两家公司 我看到了新闻道路上 打算已经起诉了 或者打算起诉的这么一个原因之一 那个对于微信来讲 还有第二个原因 他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使用微信的人 是讲中文的人 那如果进了这个微信的话 相当于就是对特定人群 一种这种交流的限制 所以呢 这属于有一种这个discrimination 也就是说这个种族歧视的这种倾向 或者是悬疑 这是微信他们 美国一些华人 嗯 美国一些华人 他们打算 就是提出微信的这么一个原因 嗯 那还有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 呃 就process 嗯 说你这个忽然就下令禁止微信 去使用 或者是别跳动启动 那之前呢 也没有呃 发布一定的信息 比较明确的 比较清晰的信息 来说你禁止使用 或者是说禁止哪些范围 你像微信那个 就特别模糊 说所有在微信上的transaction 这个transaction这个词的 这个含义呢 嗯 可以 呃 一些交易 包括这个金融方面的 包括这个 物和 呃 之间的这个交易 它也包括就是 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那种那种那种 那种通信互动 所以呢 这个他那个 呃 总统令上 就是说这么个 他禁止在微信上的这个所有的交易 所有的transaction 这个这个这个定义非常模糊 嗯 所以这种这种行政命令下 下不下来的话呢 就是没有给大家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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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时间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清晰的内容 来提前告知说这个这个软件不能用了 嗯 所以呢 他们有这么一个理由说是 还有一个呃 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川普就是滥用了一个 他在呃 紧急状态下这个可以呃 处理经济方面的这个处理手段 总统在紧急状态 国家紧急状态下是有这么大的权利的 嗯 但是呢呃 直接跳动和这个微信的这几个这几个使用户要取诉他的话 或者是已经取诉的时候 用了这一条作为一个原因 说他在滥用总统的权利 嗯 是的 那其实我们这个应该讲就是说使用这个华人呢 就是大陆 尤其大陆来美的华人的使用微信的就比较多 那么这个消息这个出现之后呢 让大家觉得有点惊慌 我就接到了好多朋友 呃 这个给我发过来电话号码 啊 请你记住我这个电话号码 或者是我已经开通了另外某一个呃 这个联络的方式等等等等 其实目的呢 就是说如果微信这个被禁之后 就是怕这个呃 造成就是朋友之间的这种联络呃 会容易造成这个中断 呃 那么其实这个微信呃 刚才陈律师已经介绍 就是说微信呢 形成一个圈 形成了一个就是呃 我们说的这种朋友圈呃 或者是一种社交圈 那么这种社交圈呢 因为涵盖的面就比较大 那么首先就是说应该说就是呃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 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通过微信和中国国内的家人联系呢 比较方便 如果微信之后进之后 那么这一项呃 起码就造成了一定的困惑 呃 呃 你你呃 就是说微信之前和微信之后 呃 在与国内的一些朋友或者家人联系的时候 你感觉这这两方面是否呃呃 呃 有不同 当然这个变化很大 现在的确像你刚才讲的 呃 不少人呃呃 都是使用微信在和家人朋友联系 现在微信的用户在全世界已经达到了近10亿人 嗯 那国内呢 使用微信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嗯 所以这个 如果一旦成了微信的话 大家可能会要寻找第二条出路 嗯 现在不少人在下载别的这个使用软件 像蓝呀呃 Petagram 嗯 呃 还有一些其他的软件 在想试着替代微信 但是这个能不能替代 现在呃 网上有这么一个说法 大家都在讲 就是微信功能 它综合了Facebook Twitter PayPal Uber Uber 以及Amazon 嗯 这些呃 网上的这个所有的功能 嗯 所以呃 很难再能找到一个软件 能提这么多功能在一起 呃 包括 通信啊 然后网上支付啊 这些这些种种种种 还有网上购物 网上这个 谈生意 呃 我就看到最近 这个美国国家商会 美国商会 呃 在美国商会在上海的这么一个chapter 一个分布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呃 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国企业 在中国的这些美国企业 有一个就是结论 就是认为如果是这样进了微信联系的话 会大大的影响 他们的这个生意 嗯 呃 因为这个 因为微信在中国的使用率太高了 嗯 呃 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 呃 有些人能够在微信上 呃 高达十几万美元的这种生意 我也知道我的一些客户 嗯 他们就是通过微信 比方说那些微商呀或什么的 就是通过微信来做生意的 嗯 而且这个金额都相当大 所以微信平台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通讯的工具 他其实已经呃 呃 像和Amazon呃 呃 Uber这种做生意的这么一个平台了 那现在好像最近美国的几家企业 也已经来发出了呃 不同的警告 包括迪士尼啊 呃 苹果啊 或者是 博尔玛 嗯 他们都认为如果是进了微信的话 将大大影响 他们呃 他们的这个这个商业利益 嗯 因为因为中国毕竟是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如今是使用微信的话 好多人可能就不使用呃 苹果手机了 嗯 是的 其实呃 陈律师刚才介绍就是说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微信的除了和家人之间这种联系的方便之外 主要的一个还是 比如说商务客户的一些联系啊 就是呃 造成可能如果被禁之后会造成一些呃 商务客户的流失 因此呢呃 包括中美之间的这种商务的这种关系呢 呃 也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呃 现在这种大经济环境下啊 就是说你怎么去进 你再怎么去进 呃 那么就禁不住 这个中 就是说 呃 中国与世界 世界与中国之间的这种经济啊 贸易之间的一种互相往来 我就想向您了解一个问题 就说您是做律师的 在在在您的商务客户圈当中 呃 有没有成功的案例 就是通过微信的这种形式 呃 那么呃 有这种成功的案例 或者这种比例有多少 对于我来讲 因为我们的 呃 好多客户是华人 呃 所以大家沟通的时候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是通过微信 来呃 来互相就是交流吧 嗯 有时候他发一些自己的文件 通过微信给我 嗯 呃 或者是说有一些问题 也是通过微信留言 所以这种比例 能够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现在对于我们这个 和客户的沟通来说 嗯 那么如果微信被禁之后 您觉得这个 呃 就是说从对呃成功的案例来说 呃 是否会受到呃 受到受到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 嗯 大家已经习惯了用微信 甚至于用微信来发呃 一些正式的文件 发送正式的文件 呃 特别是有些人如果在国内的话 或者是如果我们和国内沟通的话 呃 他们特别习惯于呃 通过微信来发放来发送正式的文件 都不用email的 那我们在美国 我们好多人发送正式的文件 还是通过email 但是国内完全不是这样子 嗯 所以 所以如果是 我们美国不能用使用微信了以后 这显然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为 中美之间发email的话 大家知道会 可能会有个时间差 就是说不是那么迅速就能收到 这是一个 嗯 呃 第二个呢 有时候可能还收不到 嗯 就是还收不到 嗯 所以 有时候会走到垃圾邮件里去啊 或者反正种种种种原因 就是说中美之间来用email沟通 源源不入微信来的方便 而及时快捷 嗯 所以这个和微信使用还是更方便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对 那么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言论在表示啊 就说是呃 这个禁止微信呢 可能是有几大方面的一种因素 一是呢 就是说呃 微信呢 传播谣言 比如说是呃 针对美国这个方面 比如说对针对美国的疫情啊 大选啊 甚至煽动暴力啊 呃 甚至说是所谓所谓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啊 等等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呢 呃 微信呢 通过那可以联络一些非法的活动 比如说甚至一些贩毒啊 卖银啊 间谍等等 三是呢 通过微信相互之间转账会会会丢失一些呃 一些一些个人的信息 您您对这个三个方面的这种问题是怎么看 我感觉这个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禁止微信呃 其实是特朗普政府特 are 特朗普本人呃为了新年的大选而采取了这么一系列呃 制裁中国的一个呃一个手段吧 嗯 他是他是之一呃 因为特朗普政府大家也知道现在最近就是自从疫情出现在 以来 美国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了18万 现在18万左右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特朗普的支持率 一度下滑的非常厉害 所以呢 他在不断的往外推卸责任 就是说 在一系列的措施宝 制裁中国 已达到转移 目前的对于新冠疫情 死亡人数不断在增加 然后失业率也居高不下 好像我看上个星期 申请失业率救济的人 达到了100万 就是一星星资金达到100万 所以在这个 失业率非常高 然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而且这个 绝对数值位于全世界第一 这种情况下 特朗普要拿下11月份的这个大选 就是使用了一种策略来 就是说转移大家的这个焦点 然后指责中国 那指责中国的话 不仅仅说这个病毒是中国那边来的 而且也在说 也在就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 制裁中国的这个企业 不断制造话题 我觉得他这个目的是 他在就是说 不间断的制造热点话题 因媒体主义 因为他发布一个消息 然后媒体刷进去报道 然后微信怎么样了 直接跳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直接跳动和微转要合并 种种种热点话题呢 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家的注意力都转移了 现在我看对于这个死亡人数 如果大家听好多人去 好多人的演讲的话 你会发现 就是说 不仅仅是川普本人 很多人 包括从他的普通的城市 包括一些普通的人 他们也都在讲 就是说这个 中国 对美国 其实是一种 伤害的 一种一种一种状态 现在 现在这个状态 不光是这个病毒方面 包括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些农民 美国的这些行业 都是有一些damage 一些伤害 所以大家就是 就是共和党人 现在比较一致的认为 中国和美国之间 这个是有矛盾 有冲突的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川普在兜售 在推销 不仅仅是川普 包括共和党 一些政客吧 在兜售这种理念 就是中国对美国 现在有很大的经济上 方方面面的这种威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对于这个微信的禁止呀 还有什么其他这个 加中国企业这些制裁措施呀 看起来就是 理所应当了 对于这些共和党人 对于这些人的说法来说 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怎么讲 大家都觉得就是怎么讲 不管你有没有实际的依据 因为我听到比较搞笑的一点 就是说这两天 共和党大会有一个人 一个从小城市出来的 一个女士她在讲 她说川普政府 救了成千人的这个性命 她说Soul end of life 成千人的性命 我觉得这一条 我就听得有点可笑 我可能别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本人来讲 我觉得有点可笑 所以就说大家现在的看法已经 特别是一些美国有一部分人 已经是非不分 非白不分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你说微信有这种 这样的问题 量的问题 我们说这个Facebook当年 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 有其他的媒体在质疑 Facebook他其实 很多 这个俄罗斯那边 发过来的一些 支持川普的一些东西 对 你Facebook 也没有说做的百分之百比较完美 推特上面也有一些各种这样的言论 是吧 有一些我看到有 包括这个 不光是Facebook和推特 还有一些 比方说像Snapchat Snapchat的好多美国年轻人在用 但是他们在用的时候 甚至于有些犯罪活动 也在Snapchat上能找到 所以你对于这种 公共平台 信息平台的话 这些东西好的 当然大部分是对整个社会 是有社会进步 是有推动作用 推动意义 但是有一部分 可能有一部分活动 是不好的 或者是甚至于触犯法律的 可是就是说你 全世界的这个信息平台 都有这个特性 我觉得我也没有拿出 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来 来去制裁 去纠正这些错误 那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各个国家 共同面临的一个 共同的问题 所以不仅仅是WeChat 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其他的平台也是一样的 是的 其实刚才陈丽生你介绍了 就是说川普最近一系列的 针对中企的一些追查所持 包括比如说禁止微信 导音等等 其实很大的这个方面 是为了迎合一种选情 但是有专家表示 说是若中美这个关系 持续紧张 那么且美国政府 如果继续的追查中企的话 那么美中之间的这种 跨国贸易 将受到很大的这种限制 那么同时最主要的 会增加这个电商之间的 所谓的全球买 或者全球卖的这种模式的 一种困境 那么在此封杀之下 美国的消费者可能 很难再买到比较廉价的 中国的制造的这种商品 这是对于这个普通的 美国民众消费群体来说 这个生活水平的 就是一个冲击 您对此是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说 中国微信来购买商品的话 这个很大程度上 是居美的华人在这么做 对于纯美国人来讲 他们可能是通过大的企业 从中国购货 或者是中小企业 从中国购货 这个呢 这些是主要是以企业为主 从微信平台来去和国内的人 比方说国内另外的企业 购货商呀什么的 通过微信平台来去沟通 是这么一个两个不同的群体 我感觉是这样 但是呢 就是说因为中国微信使用率 达到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 这种广泛的覆盖率 那肯定会影响 就是中国和美国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往来 以及这个人员交流 人际关系这些东西 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现在几乎就是没有替代的 另外可以替代的这个软件 因为微信在中国的普及局太高了 所以这个替代的软件 很难找现在 嗯 所以呢 又有一些朋友在说的 就是说 那么 他们预测 就是说 如果说 微信抖音被禁之后 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呢 可能会封杀阿里巴巴 那么阿里巴巴呢 是就是说 是仅次于这个亚马逊的 这个属于最大的这个民营的 这个电子商务的这种平台 呃 那么其中他最主要的 就是与微信齐名的 有一个支付系统 就是支付宝系统 那么就说 对 呃 因为 因为前一段的时间呢 呃 其实美国的一些商家 包括就是一些华企啊 就是比如说 呃 你像修正我们超市 呃 各大华人超市呢 已经逐步开始在推广了 这个微信支付这种能力 甚至是呃 准备引入支付宝系统 那么如果 下一步的情况来看 那么是否对这个 使用微信支付 或者支付宝系统 在美国的发展呢 会受到很大的一种限制 这个很显然 嗯 呃 阿里巴巴有这个野心 有这个规划 呃 想 在美国推销 它的这个商品 当然了 这个 如果是阿里巴巴能寄到美国的话 我们对于我们发现来讲 是一个福音 因为大家购买过那些东西 更方便了 嗯 呃 当然了美国对于美国民众来说 呃 也能买到更便宜 更实惠 呃 更优质的这个 中国的出口产品 呃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方面 其实是川普他 政府 他们应该 更关注的 更关注的就是说 对他 对于这个美国来讲 如果呃 阿里巴巴的产品 变来的话 呃 有可能能够出进一批 美国的呃 美国的中小 中小这个企业组吧 出进 出进他们这个 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啊 或者是生意啊 什么的 呃 当然 如果禁止了阿里巴巴的话 呃 或者是不让阿里巴巴在 进一步在美国来扩张 这个影响 影响来讲是挺大的 但是呃 怎么说呢 因为亚马逊在国内 现在几乎已经撤出了 呃 所以亚马逊在中国 并没有什么份额 或者是非常非常小的份额 这个这个状态下的话呢 我觉得 就像 就像这个字节跳动一样 嗯 现在 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美国企业 可能是这个 在在国内 好像是 没有什么份额 所以呢 他们可能在私下里啊 或者我现在就 网上就有这么 说法 基本上有种说法 嗯 说Facebook呀 在私下里 在和 在推动美国政府 嗯 来去限制 从中国来的这种 竞争者 嗯 其实这就有点 就是这种 排外 嗯 打击外国企业的 这种 这种倾向了 嗯 嗯 是的 其实这个 我看了也有些报道在讲 就说 呃 你知道 我们在美国呢 习惯使用了像 Jmail Google啊 什么YouTube 等等类似的一些社交软件 包括Facebook Twitter 那么但是呢 回到国内 回到中国 中国大陆之后 哎 结果呢 你这些东西就用不上去了 呃 现在有一些人在说呢 你既然在 在 你在中国不让我用这些 那么我们是否在美国 也不让你用这些呢 这是否有一种斗气的这种 呃 这种协议 对于好多 对于一部分 一部分人来讲 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肯定就是 呃 特朗普政府来以此为 打击中国的一个手段吧 那同时另外在中国就是没有得到分隔 这些企业 可能在推动美国政府这么做 这个 这个 我觉得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你说 我说斗气嘛 这个时就有点太 呃 怎么讲呢 有点 就是没有 对于对于现在 现在就是中美之间这种冲突来讲 就是 有点 有点放 放轻了 这种状态 其实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上 以及其他方面的这种冲突 我觉得就是说 在 起码在大选之前 有一种逐渐升级的这种态势 这个这个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昨天 呃 我又看到一天文章在筛集说 呃 接下来在这70多天的时间内 川普会不断的拿出一个又一个 打击中国的这种手段 嗯 呃 所以估计还有更多的企业 或者是更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 呃 他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去追逮中国 嗯 他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向他的这个基本盘 他的支持支持者 呃 来去显示他的这种呃 呃 抹手也就是说 他自己塑造成一个对中国强硬的这种姿态 嗯 呃 好 来博得他的选民的这种这种支持率 或者是热情 现在就好像 我觉得川普的这个这个这个冲选策略 一直是一种呃 呃 用用呃 找找了一个点 让大家来去来去反对或者是震恨 这样的话激发大家的这种呃 愤怒的情绪来去投票 嗯 像2016年他就让大家就是非常痛恨这个西拉里 制造了西拉里一系列的问题 比方有点这个有点那个电子邮件事情啊 嗯 还有种种种种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今年呢就转换了这个目标 主要这个注意上就是中国 那好像这种策略 还有点作用 我觉得好像是还有点作用 因为很多人好像就是说 如果是让他就心心气和去投票 可能就就懒了 不愿意去投这个票了 但是如果心里有一种怒气的话 有可能就是为了这个就是去投票了 所以呃 因为他在2016年 用了这种方式生效了 所以今年呢 继续嗯 重新呃 呃 类似的操作吧 嗯 嗯 就是看来就是说呃 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制裁说实呢 其实呢是和呃 选举有一定的这种关系啊 呃 那么呃 我们都知道这个华人在广泛的使用微信呢 给对我们的生活呢 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啊 那么呃 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呃 那么川普这个针对这个微信呢 呃 最近呢又口气比较呃 比较软 说是呃 不会再进微信了啊 只是说我不让他做一些商议的这种交易 其实这个有点模棄两可的这种呃 这种说法 啊当然这个我们华人使用微信呢 原因呢就是最主要就是就是方便 你当然你想我的微信群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啊 最主要的像摄影群啊啊 什么学习群啊 饮食群啊 呃 园艺群了等等等等 这些呢都是为我们华人之间的作为一种呃 交流呢提供了呃 很大的这种便利啊 当然呃 也有网友说了 就是说这个没有微信呢 也呃 没有关系 那么以前我们就没有 当然我们就是从一个方便的这个时代 走到一个不方便的时代呢 人们的这种接受程度 呃 这个还需要啊 这个比较长时间的 呃 去适应啊 这个全球的这种瘟疫呢 呃 这个大流行 这个对整个社会呢 产生了这个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 呃 那么实际上的预测呢 就是说呃 瘟疫呢 应该讲这个呃 到明年呢 呃 也没有什么比较乐观的这种形式 最主要是目前的这种疫苗呢 还没有呃 这个研究出来 呃 其实呢 这次呢 倒是呃 这场瘟疫呢 给了一些很多人 就是一种休息的这种机会 大家通过这种休息呢 其实反而更争夺了 呃 这个在网上互动的这种呃 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 尤其是微信 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我们期待着微信呢呃 将比较呃 正常的在走下去 呃 那么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非常感谢陈律师 呃 然后两次时间 给我们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好 谢谢您陈律师 谢谢 嗯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呃就到此为止 下次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